一个女人正在家中做健身操 她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屋中进来了一个神秘人 警方接到报案迅速赶到了现场 在梳妆台玻璃上发现了一段话 上面写着你最好别出声 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做无谓的挣扎 受害者的死状也让现场的警员浑身发凉 这起案件 很快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分析小组的关注 因为这已经是三周内遇害的第六名妇女了 当地警方还给凶手起了一个外号 杀手汤米 因为没起案件 凶手都会用胶水强迫受害者睁开眼睛 并且凶手的作案时间越来越短 为了赶在凶手下次作案之前抓捕她 分析小组立即乘坐专机前往了目的地 飞机上几个人对案件进行了分析 每起案件受害者都是被勒死的 并且在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手腕和嘴唇上都有残余物 说明凶手用胶带捆绑过受害者 之后又撕掉了 从第四起案件之后 凶手开始在现场留下讯息 这些话是出自17世纪的歌谣 描述一名女子祈求死神不要夺走她的性命 并且每个受害者都遭遇了侵犯 除此之外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吉迪恩认为眼睛才是破案的关键 认为这是凶手发泄情感的一种方式 很快一群人来到了当地的警局 吉迪恩迫不及待对案件进行了分析 把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全都印在了脑海中 发现凶手作案时间都是白天 并且作案地点都选在中上产阶级社区 看来凶手对自己的能力十分有信心 随后吉迪恩就赶往了最后一起案件的现场 中途他接到霍奇纳的电话 在警局六个街区外又发生了一起案件 不过这次凶手没有成功 被赶回来的男主人吓跑了 吉迪恩决定留在这里对现场进行勘测 摩根则把自己带入了凶手的角色 他认为凶手会从窗户潜入到受害者家中 同时对案发现场的照片进行了对比 发现凶手把留下的餐具带到了楼上 还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打碎了 看来这是一个具有仇富心理的凶手 吉迪恩来到楼上对现场进行了分析 镜子上的字深深把他吸引了过去 还发现受害者家中正在播放踏板类型健身操 不过并没有在家中找到脚踏板 看来这是凶手拿走的唯一一样东西 同时霍奇纳带着艾尔 来到了逃过一劫的幸存者家中 从男主人口中了解到凶手是一个黑人 霍奇纳认为跨种族的连环侵犯案非常罕见 艾尔健壮把受害者叫到了外面 他首先对受害者进行了一番安慰 随后受害者详细叙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说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家中闯进来一个人 歹徒从背后打倒了他 他用力挣扎甚至还咬伤了歹徒 可凶手的力气太大了 要不是丈夫赶回来惊走了歹徒 他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 歹徒当时戴着滑雪面罩 他只记轻了凶手的眼神 回来后瑞德发现了一件事情 他调取了那段割谣的完整版 全文一共有十段话 为什么前三起案件凶手没有留下这些话呢 反而从第四起案件才开始留下 吉迪恩听完让手下查询一下 媒体从什么时候报道这个凶手呢 经过调查是在第四个受害者遇害的第二天早上 看来凶手是想要得到媒体的关注 随后众人开始对嫌疑人进行了心理测试 嫌疑人随身带着胶带 胶水和电线在勒死被害人之后 还会带走这些东西 有条有理的凶手通常有份熟练的工作 很有可能和技术类相关 并且拥有一双灵活的双手 每起案件之间距离比较远 他就需要一件作案的车辆 这辆车他会保养得很好 就像他家里一样干净 再加上他喜欢在白天作案 或其那猜测凶手的职业式公车或者卡车司机 凶手摧毁受害人家中象征财富的东西 说明他对上流社会生活存在嫉妒和憎恨 作案之后在现场留下死神的对话 因为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贫富之分 凶手应该是一个下层阶级者 而大多数受害者遭遇侵犯的时候都会闭上眼睛 这对于凶手来说破坏了一种特殊幻想 所以他用胶水强制受害者睁开眼睛 吉迪恩听完又补充了一点 他十分肯定凶手是一个白人 而最后一起案件的黑人凶手 并不是他们要找的杀手汤尼 埃尔认为黑人凶手带着滑雪面罩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受害者看轻面容 这和杀手汤尼强迫粘住受害者的眼睛侧血不符合 所以说最后一起案件另有欺验 霍奇纳认为这是一个形式没有条理的年轻人 而伴随受害者年龄的上升 习记者的年龄通常会下降 受害者的年龄大概60岁左右 埃尔认为黑人凶手年龄应该在20岁左右 而受害者说前一天 有一个送货的年轻人去过他家 他认为凶手就是这个年轻人 很快就抓捕了这个送货的黑人 同时霍奇纳要求召开记者发布会 宣布黑人小哥就是他们寻找的杀手汤尼 他认为这个举动一定会惹怒真正的凶手 到时候真正的凶手一定会露出破绽 同时让实验室内的胖妹监控警局内的所有电话 果然和霍奇纳猜测了一样 没过多久他们就接到了凶手的电话 同时实验室的胖妹传来了消息 他无法对这通电话进行追踪 吉迪恩知道这个举动惹怒了凶手 他一定会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 而没有准备的凶手 一定会选择在以前下手的社区内作案 他让警局调出所有人 对以前的案发地点进行布控 注意一条保养不错的卡车 等待的时间 吉迪恩被电线杆上的鸟吸引了过去 他立即赶到了最后一起案发现场 按照受害者的姿势躺下 他推翻了之前艾尔的侧鞋 受害者躺着的方向根本就看不清凶手 吉迪恩认为凶手是一个电话维修工 艾尔立即打电话给胖妹 让他调查这几个受害人家中 电话的维修记录 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叫富兰克林 摩根两人立即赶到了维修营业点 在这里了解到了富兰克林的去向 与此同时凶手又绑架了一个受害者 他正准备对他事实暴行 距离最近的吉迪恩收到消息赶了过去 在门口发现了一辆保养不错的卡车 众人分开对附近的别墅进行了筛查 吉迪恩发现一栋别墅后门被打开了 刚刚走进来就听到了婴儿的哭喊 还看到了富兰克林的工具包 他首先通知了艾尔两人 随后自己就来到了楼上 富兰克林听到声音用枪瞄准了受害者 吉迪恩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 只要富兰克林放下武器投降 他就会让新闻记者大肆报道这件事情 到时候他还是杀手汤米 否则就是他躺着出去 从今以后也没有人知道杀手汤米的存在 很显然名声对于富兰克林比较重要 最终他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至此这起案件也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